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多空起盛 那麼今天是小榮年的封關 也是今晚年的準備開始 那麼節目開始先祝大家 馬年都能夠行大運 馬年都能夠賺大錢 馬年都能夠開運大發 那麼今天節目是過年的特別節目 所以我們要針對整個盤勢說一個推演 那麼現在的節目是現場live 那麼我今天早上有一個感想 就是說股票市場它真的是很奇妙 你不待到最後一分一刻 然後去面對收盤 你還真的不曉得這個盤會怎麼走 那麼我當然知道現在很多人會討論 農曆封關這一天 大盤跌了135點 那麼在小榮年的最後一天 反而是不小心跌了一跤 那麼因為美股的回撤 再加上國際股市新興市場的動盪 那麼很多人會去討論這個議題 有本來很樂觀的 在封關之前很多人都給你一些參數 包含過去幾年以來 農曆封關之前都是收紅的對不對 那麼今年要連續做挑戰 結果遇到這個 算是震盪也好 或是算是清洗籌碼的過程也好 會讓很多人開始思考說 下一步要怎麼走對不對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在推演整個盤勢的時候 我不斷的強調 我說如果你是一個專門在股票市場裡面 操作的頂尖高手 你應該知道很多的蛛絲馬跡 它是累積起來的 它不會一天就造成 因為很多人會從技術分析裡面去發現 量價線哪裡結構有問題 當然你今天能夠開開心心的過年 我相信你手上就只有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你的持股可能降到零 或者是你的持股很低很低 要不然就是你手上是空單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為什麼我們堅持在這個崗位 我沒有預錄啦 這是現場的節目 那麼我要陪著我的會員 走到最後一分一秒 小龍年把它給送走 然後開開心心的過年對不對 迎接今滿年的行情 當然要做好準備 不是嗎 所以當你今天看到這一篇新聞 其實我一點都不意外啦 風暴煙燒 中公的股市倒地 裡面寫了很多 包含阿根廷的問題 包含杜拜這些 那麼新興市場的貨幣在貶值的過程裡面 它已經開始做一個加速的動作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最近在討論整個亞洲行情的時候 其實我前兩天有拿出一張字卡來 那麼我拿出這張字卡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覺得很疑惑 為什麼徐老師你要特別拿出這一張字卡 我說如果站在亞洲股市裡面 你把它看成一個team 就好像你看太陽能類股對不對 你會看到領先指標 你會看到路後指標 那我們幾乎跟南韓股市是同步的 過去一年半以來的漲跌規律都會差不多 但是最近這兩三個禮拜 它漲得有點不一樣 不是嗎 甚至你把時間給拉長 這兩三個月 其實我們跟南韓是脫鉤的 所以我一直講說 為什麼這一波南韓的走勢會相對的疲弱 除了它本身政治的因素之外 另外 技術形態上面告訴你 它領先跌破頸限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元月24號的時候 談過這個觀念 就是上個禮拜五 我說台股這一波從8093點 漲到8668點 這一波的南韓指數卻是在破底 那意思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把自己看成非常強勢的領先指標 那麼南韓就是落後指標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亞洲獨強 你應該高興還是擔憂 站在我的立場 我會稍微擔憂一點 因為很多人在檯面上不斷的催化 你說封關會很好 那我的看法算中意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你把整個封關鐵拿開來不看 拿開來不看 那麼回歸國際股市是很正常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講 昨天很多人在討論 尤其是今天更多人在討論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道雄工業指數它跌破了小頸限 對不對 那這條小頸限來放到這邊 昨天晚上它正式做一個灌破的動作 Solder跟長黑 而且它跌破什麼 跌破了季限 以技術形態上面來講 這個叫漲多之後的拉回 先把定義給定義好 這叫漲多之後的拉回 對不對 那麼這個拉回去被破壞力 為什麼 因為它收了一根中長黑 收了一根中長黑 而且它技術形態它是過高的 但是以技術理論上面來講 它回到這個大頸限 它也會得到一個相對的支撐 所以很多人在慶幸說 還好我們台股放了所謂的農曆價 對不對 農曆新年的假期 那麼接下來一個禮拜 不用面對美股的震盪 我的看法也是這樣子 還好 還好 那麼在上個禮拜 你還有很多的時間去調整持股 該賣的一把賣一賣 該獲利一把獲利 放在口袋裡面的最實在 對不對 所以以技術形態上面來說 現在美股 我們算一個時間波的東西 放到這邊 美股這一波 從12,471點 一路漲 漲到哪裡 16,588點 對不對 它以波段上面來講 從低點漲到最高點 它漲了60週 漲了60週 那如果你放大這一格 放大這一格 來 它從14,719點 漲到這一波最高點 16,588點 它漲了13週 如果你用這一週最高點起算 上個禮拜五 美股收到最低點 道瓊工業指數收到最低點 它是剛好下跌的第四週 那麼以技術形態上面來講 由於這一波 道瓊工業指數週限過高背離 週限過高背離 這一根中黑 它已經確認了什麼事 美股將要進行修正 那修正的過程就有兩種 一種叫時間的修正 一種叫空間的修正 怎麼講呢 前一波這一波過高對不對 它並沒有馬上做回測 它是用整理的過程裡面 讓指數再創新高 這個叫什麼 時間的修正 時間的修正 所以接下來美股關盤的重點在哪裡 美股關盤的重點在於說 它是要用時間的修正 還是用空間的修正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它如果用空間的修正 新春開紅盤之後 你會比較緊張一點 你會比較緊張一點 但是它如果做時間的修正 OK沒有問題 它就代表說 這一波台股在回測的過程裡面 它是屬於清洗籌碼用的 所以我們這一波一直強調說 為什麼 在上個禮拜 我們不斷的提醒你 你學過技術分析 一旦破線了 它就是一個警訓 它會拉回做整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三的時候 元月22號講過 我說 上升軌道線的下緣 你要去注意什麼 如果產生震盪 這個叫資金的轉換 忠誠的目標我並沒有改變 電子股還是會重返榮耀 所以當元月23號 當台股股王大力光 太陽能股王碩盒 它跌天板的時候 它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台股 它必須要做一個空間上面的修正 對不對 所以上個禮拜五談過 我說雖然有人刻意的要互盤 但是以技術形態上面來講 來放在這邊 我上個禮拜談過的事情 到現在這個禮拜全部驗證 我說上升的下緣 它已經短線跌破 強一點它是盤間轉箱形 中度的叫做回側頸線清洗伏額 那麼弱一點的 就跟我們韓國股市一樣 韓國股市現在相對於大盤的低點 大概在7,941點左右 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你會說哇徐老師 只要8400點回到不到8000點 那不是回很深 我說不會啦 最差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今天小龍封關 對不對 既然它叫小龍封關 跌了135點 成就要量有991億 那麼你就不需要預設立場 就好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來放到這邊 我剛剛跟你談過 道瓊工業指數對不對 它是空間跟時間的修正 你還必須要去做觀察 那麼台股的修正的過程裡面 我以資金轉換為前提 什麼事情呢 就是你如果預設立場 就好像說我們舉 簡單一點的啦 今天小龍年封關 如果你預設立場 認為說今天一定收紅 那麼我相信你上個禮拜 不會賣股票 這是很簡單的結論嘛對不對 那反過頭來講 我們是領先做動作 認為這個盤勢會稍微出現震盪 必須要去減碼 讓會員報現金好過年 我們就會做動作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股市如戰場 你要如何自勝 這個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不是嗎 我也是做多的老師啊 可是問題是 因為我做多 我就不斷的告訴你 這個盤上1萬點 2萬點3萬點 對不對 當你的投資組合裡面 有一檔股票跌了三成 然後你告訴人家 會漲到1萬點 那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講 我們的節目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們是實戰 我從來不會預設說 這個盤要找到哪裡去 這個盤要跌到哪裡去 我只會告訴你 你現在該做什麼事 不是嗎 就好像在上個禮拜之前 你在看到我這些圖卡 你應該覺得很莫名其妙 徐老師 你怎麼突然畫了這張圖卡給我 我說我所持有的每一個字 都叫關鍵 對不對 來放在這邊 我當時寫過 21號的時候我講過 如果它跌破會轉很像整理 突破必須轉放量攻擊 所以你必須要選對主流 不是嗎 22號我跟妳講什麼 我說 上一次大盤跌破的上升趨勢線 一回回300點 這個叫小回 為什麼 多頭格局能持續 所以我說這一波大盤怎麼回 要看它的結構 對不對 現在往下跌135點 假設 我假設一件事情 它這一波只要回300點 假設只要回300點 頂多再跌一天半就到了 那你是不是要開始做多 也對嘛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為什麼你要去把整個行情給規劃好 就要像我的名字叫多空其勝 控盤整輪每一步你把它給想好 你就知道怎麼做應對 不是嗎 所以我一直講說 為什麼這條上升趨勢線很重要 最好不要破 最好不要破 但是今天很可惜 大盤跳空它直接往下破 那我第一個設定是什麼 回頸線附近做整理 多頭再攻 或者是轉箱形 對不對 那目前來到頸線的位置 很可惜的 放在這邊 今天大盤收的地方在8462點 那麼簡單來說 它已經收破了頸線對不對 往下找要找支撐要找季線 為什麼今天會有很多人吸收 你把整個格局放大 至少現在季線還在往上走 那表示什麼 多頭的架構並沒有改變 重點是什麼 今天既然跳空開地帶缺口 量價位離 表示低點還要再來測 那測完之後呢 你要去注意喔 是誰來防守 為什麼我要講誰來防守 這個東西很重要 如果以我等一下要講的三個族群來講 我要講的三個族群來講 跟你第一季的操作 跟甚至是上半年 一整年的操作都有關係 所以我等一下會 用全面的解析來告訴你 傳產 電子 金融 你該怎麼看 你把整個工作給過好 那麼我相信 新春開後盤之後 你的操作會如魚得水 休息一下之後 我馬上回來 我新東區捷運造新都 大戲指經貿園區 南港下一站站前三百米 新東區捷運造陣 小資宜居最首選 綠海警官一至三旁 新潔都 震撼登場 新潔都 五八六四二 一一五五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新 讓您放心 選擇高新 讓您坐勇高新 高新頭顧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新 讓您放心 選擇高新 讓您坐勇高新 高新頭顧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趕夠好 走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符合式倒快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來 回到現場 那麼今天節目我還是勸大家 過年期間放鬆歸放鬆 有空的話多看個兩三次 我們公司上面網站也都會有重播 來 注意看喔 今天是小龍封關 成交量991億 好 那麼修正的過程裡面要注意幾個重點 第一個放在這邊 我先給大家做結論 傳產股它今天帶缺口 而且季線往下彎 談與不談它都是逃命 它都是逃命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大盤在修正的過程裡面 我常常講 我說 我們看台股不是只看指數 要看結構 對不對 結構看清楚了 你站對邊 受傷的不會是你 不是嗎 來 大盤過高背離 無量 往下做修正 OK 沒有問題 今天跳空直接往下走 那往下走的過程裡面 我常常強調 我過去一個禮拜我不斷的講 你要做轉換 這個才是關鍵 大方向沒有改變 傳產股的資金會跑到電子股來 這個東西我已經講了兩個禮拜了 它還在持續的發聲 你要為行情做準備 我在元月10號的時候 談過一件事情 我說非晶電子數上升齊行的收斂 這個是最難做的現行 但是一旦跌破會很危險 元月13號放在這邊 我給你提醒幾檔股票對不對 後面周線全部破底 所以我說為什麼 當時我告訴你 調整持股你要積極行動 你今天回過頭來看 來 這是非晶電子數 元月21號我講過 我說高檔已經背離了 現在等修正 要嘛就橫向整理 要嘛就拉回來 那我認為會先拉回來 11387點 這是今天的非晶電子數 你有沒有發現 放在這邊 今天帶的缺口往下走 而且季線開始往下彎 我元月13號告訴你 你要特別留意傳產股對不對 今天他正式破線 這個點他會來 技術型態上面來講 既然破線了 高檔背離了 結論就是 談與不談 他都是逃命 所以你今天把周線打開來看 因為今天成交就有一天 這個不算準 但是至少周線上面來講 他已經跌破上升三角形了對不對 跌破都是跌破 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預設立場 你要避開的事情是什麼 傳產股的終極回檔 這一點很重要 高檔既然背離 終極回檔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我這一波再告訴你高價股 元月13號 美麗達 218塊錢對不對 後面跌到190 今天美麗達再破底 185 不多喔 元月13號你看我的節目 到今天為止他跌了33塊錢 10張賠掉33萬 你說這個是不是關鍵轉折 你當時看不會覺得對不對 但是我們常常講 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少賠就是賺 對不對 我當然不講我們 往下做價差的部位 我只是告訴你 關鍵轉折你少賠就是賺 這個轉折你抓到了 這一段你不用忍受 不是嗎 我們講到1589的永冠 103塊錢破線對不對 你說許老師 1589的永冠今天再創新低 對啊 最低85塊錢 從103塊半跌到85塊錢 你10張可以省掉多少錢 不是嗎 所以我們常常講的是觀念 當然你會說 許老師那這一波拉回 我們要看什麼 要看兩個指數 一個叫金融指數 一個叫電子指數 先談金融股 來 金融股這一波站上際線對不對 一路再往上走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創了波段新高 1064點 高檔指標出現背離 做一個修正 放在這邊 今天金融指數最低點 剛好點到季線 1023.5點 那代表什麼意義 代表說 如果它的多頭格局 沒有破壞掉的話 它震盪完畢就會再創新高 可是如果它動的叫金融股 我覺得這個大盤修正的時間 就會拖很久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資金方面研判 資金是回到電子股 對不對 所以這一波金融股的修正 你先不要預設立場 我認為 假設控盤者真的要做多電子股 它不會讓金融股大漲 甚至回到這裡 把空間讓出來給電子股 這樣子才對 這樣子才對 來 所以我說電子股好日子即將來 不要因為一天跌 你就覺得看不好它 不對 你要去做調整 懂嗎 一月十號我提醒過你 出量收紅 主流成型 這個叫頸線對不對 今天電子指數往下帶缺口跳下來 注意喔 有兩個訊號要注意 來放在這邊 如果多頭壓再起 缺口五天之內要封閉 這個缺口 或者是 來 回到大量區 頸線區 際線區 這三個東西 你把它合起來看 就是這一區 就是這一區 它守得住的話 換守成功 電子股會公式再起 會公式再起 那麼你說徐老師 那我們怎麼去研判主流股在哪裡 所以我之前就講過 我說 如果你喜歡做高價股的 為什麼我最近我全面解析 高價股跟未來的趨勢都有關係 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特別撥時間解析高價股 因為高價股決定你資金的動向 盤面的動向 不是嗎 我在講大力光的時候 高檔墜下來 我在講碩合的時候高檔墜下來 對不對 後面再創新低點 今天最低點495 你知道嗎 4天的時間賠掉107塊錢 什麼意思 就是 骨王在做修正 我定義過了 它是要讓空間給其他電子股長 好 可是當碩合掉下來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既然太陽能股的骨王 他跌停板 他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手上有太陽能類股的 是不是要做調整 對嗎 所以我說你看我解盤一定有意義的 不是嗎 我被平白無故丟個東西給你 然後你滿頭霧水 不對 茂底 你有沒有看到它今天跌停板對不對 你在前天看到塑和跌停板你不緊張 你今天才緊張 對嗎 季線加大量 這邊叫大量 這個叫季線 一次性灌破 你要留意法人氣氧效應 就跟F永灌是一樣的 當然你也說徐老師 那這些該避開的你之前都有講 我也都有做到 那我要做什麼股票來做多 我說做多股票我已經跟你講了 測標直接寫 對不對 你要長線操作的叫汽車產業 不是嗎 我們這一波的代表作華金科 16塊7毛錢 4根漲停板漲到21塊錢 拉回來19塊錢 拉回來21塊9毛錢 後面漲停板 後面蔡創波段新高 有沒有 我說什麼叫拉回你不用怕 好的股票拉回你需要怕嗎 它如果後面長成這個樣子 現在電子股拉回你需要怕嗎 如果它後面會長成這個樣子 你就不用擔心了嘛 可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買的股票是相對高檔 不小心被法人氣氧了你怎麼辦 這回歸到重點嘛對不對 所以我很高興 我在上個禮拜包含今天 我們陸續點名的 或者是告訴你該怎麼操作策略的 我們都做到了 那我也相信我的會員會很開心的過年 至少這一波 美股在這邊要不要修正 很多人就會很提心吊膽 但是我們的會員不會 對不對 我們要找尋下一檔華金科 在這一波修正完畢之後 那你去講 最近華金科怎麼走 我昨天特別提醒你 一個叫大量 一個叫缺口對不對 你說H需要4 今天大盤跌135點耶 結論不就出來了嗎 什麼叫籌碼安定 什麼叫趨勢 這是我昨天講的F帽連 你知道嗎 今天創短波段新高127 你說話需要4 沒有大漲啊 有關係嗎 今天大盤跌135點 我再寫一次 大盤跌135點 所以 該避開的標的你要避開 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我就是要告訴你 調整它才是關鍵 不是嗎 所以我們這一波目標 其實並沒有改變 你不要認為說 哇 徐老師那你最近看這些股票 再往下掉的 好像會說修正的很深 我說會不會修正的很深 我沒有辦法在電視上 直接跟你講 但是只要被我點名到 點名做記號的 我相信你應該要避開 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這張字卡看多久了 看很久了嗎 從元月8號講到元月22號 可以做一張大圖卡 然後告訴你 要去調整 所以金馬年想要行大運 積極的做行動 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只會金馬年等個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這次年代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年代 經濟自由是一個國家進步的關鍵 我們創造了無數奇蹟 我們引以為傲 當世界腳步不斷向前 面對區域經濟威脅 我們正面臨關鍵時刻 一起做對的事 自由經濟示範區 金馬迎春超級優惠 頂尖俱樂部集中火力三檔高架股 金鑽俱樂部馬年的波段潛力股 低檔操作大波段獲利 如果你在過年期間 把手續給辦好 唯一一次直接升等 直接升等 下期內容 各位先生助理做聯絡 祝各位金馬年操作順利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薪讓您放心 選擇高薪讓您坐勇高薪 高薪投庫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薪讓您放心 選擇高薪讓您坐勇高薪 高薪投庫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第四集 燉人生機 其實一點都不麻煩 因為我有秘密武器 金生高利人生精華液 18種豐富人生皂肝精華 人生料理我全靠它 養生之道只有金生之道 頭痛 請用玉芬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煮 五分煮快夠好 金生高利人生精華液 養生之道只有金生之道 90年代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年代 經濟自由是一個國家進步的關鍵 我們創造了無數奇蹟 我們引以為傲 當世界腳步不斷向前 面對區域經濟危險 我們正面臨關鍵時刻 一起做對的事 自由經濟示範區 天啊 地震怎麼辦 地震不來也 我就是人稱中原1.0 如臨地震還受防震真功夫 第一 保持冷靜 遠離會移動或傾倒的家具和電器 第二 保護頭部身體 避免受傷最重要 第三 關如我開大門別忘掉 第四 緊急避難包隨手可拿到 第五 保護老弱婦孺及逃生路線要寄勞 防震配播有一套 防災嘗試要知道 二代健保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 正式上路囉 二代健保改革重點有 新增六下